作词 李宗盛 玄奘菩萨战 承担末法事业 常在人间新圣教 我被生死 永相随 平时导师的新书 《成为事论事》 玄奘菩萨把更多的经论带回来 然后翻译出来 乃至甚至于在《成为事论》当中 就指明了真见道 就是要证得第八阿赖耶稣 那这个跟禅宗的广宏 能够一花开五叶 那是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的 透过雪昂大师赵成为事论 然后我们还知道说 原来第八阿赖耶稣 这个就是证悟的标的 因为正真如就是不能离开 这个是 实际上它是唯一的亲证 因为真如就是第八世 它本身的体性 离开了第八世就没有真如 导师在讲这个《成为事论事》的时候 一再地跟大家讲 希望让大家都能看得懂 就是说 你《成为事论》看不懂 没关系 《成为事论事》可以让你看得懂 《成为事论事》可以让你看得懂 《书记》看不懂 没关系 《成为事论事》可以让你看得懂 大圣法是非常圣妙的 也不会有任何法是可以超越大圣法 因为大圣法就是 无上正能正觉如来所清正的法 然后依这个所清正这样来演说的 所以今日继承这样的法 然后照论玄奘大师 然后根据这个论 阐释里面的真实的意理 是平时导师 这一部论和这部论 都将会继续地往未来 继续弘扬下去 在人间这个末华九千年 这论和论是一起相同殡葬的 我们今天讲座的内容呢 主要就是围绕在两个人 两本书 相隔千年 却是同一个内涵 所讲的都是佛陀双灵一位置之 玄奘大师跟平时导师 也是如此 不一样的两个人呢 却有同一个心 他们扶持正法 吹血险正 救护众生的悲心 虽然相隔千年 却是一脉相成 前后回应 万代众们先回应 虚空悠尽 愿无求 愿无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